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工作中开始接触形形色色的人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见到亲戚朋友 他们不再问你考试考了几分 更多的是一个月工资多少 结婚了没呀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聊天的话题 从各种网络游戏 听成汽车 房子 吃饭的时候讨论的往往是 她准备结婚了 她哪年结婚了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再不感慨学校 有多少作业没有做完 开始感叹牛价 房价 涨得有多快 股票 是涨 还是跌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不再来买东西 月底开始计算 这个月 还了信用卡 开销多少 还剩下多少 该 赶钱买房子了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渐渐地开始讨厌酒吧 开TV 喜欢清静自然 喜欢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偶尔会有寂寞 偶尔会怀念一个人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我们开始追逐梦想 不再轻云落泪 不会再为一点挫折而放弃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没有了年少的轻狂 而遇到的所有挫折 困难 都当成人生的原理 试着去包容 试着去忍耐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回想起曾经 我们做过太多太多的措施 走过太多的弯路 我们总是后悔 可是我们回不去了 回不到那个纯真 天真的年态的 当社会上无形的压力 把我们压得喘不上来气的时候 我们渴望 曾经的那一份爱 渴望每天下班 能够有一个人 陪我们一起吃吃饭 一起看看电影 我们需要卖一个人来为我们分担一些东西 我们在一条伟大的航路上 我们需要有人为我们鼓劲 也许我们偶尔会选择放弃 可是当我们想到身边那些让我们担心惦记的人 深吸一口气 继续向前走 我相信总有一个能够让我们停靠的彼岸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孤单时候我们没有去网吧 我们用手机引申 登录着QQ 拜拜 微信 看看谁在线呢 看你熟悉的人 想说点什么 就算有什么也没有说 就这样纠结着 我们把旁路圈一遍又一遍的刷新 更新了心情 看看谁更新了那什么 恢复了句子 却没有恢复符号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烦恼是不再发牢骚 我们静静的静静的听着 这个很现实又很虚悦的世界 我今年二十二三岁 明明很想哭 却还在笑 明明很在乎 却装作无所谓 明明很想留下 却说 她 是她 我 是我 明明舍不得 却说 我已经受够了 明明说的都是违心的假话 却说那些都是自己的真心话 明明眼泪 就可以移除自己的眼眶 却高昂着头 不让她滑下 明明已经无法收回 却依旧执着 明明知道自己很伤 却说 你 不必觉得欠我的 明明这样伪装得很累 却还依旧 背得 只是隐藏我们内心的那一份脆弱 即使很难过 也会装作无所谓 只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自己的伤口 不想让周围的人担心 不想让别人 同情自己 只想在心里 独自承受 虽然心疼得难以呼吸 去笑着告诉所有人 没事 我没事 然后静下来一个人的时候 逼笑话自己 何必 把自己伪装得那么的坚强 就好像我们可以承受所有的苦难 真的好想说 这样 好累 好累 真的好累 今晚 再会 似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